大家好,我是如远行者 今天这个视频呢其实是想和大家来玩几个省钱存钱的一些挑战几个小游戏 为什么要开展这个小游戏呢? 其实我相信啊在看我视频的很多朋友们也有很多人像我一样 在开始存钱的时候会遇到一些问题 就是我存存存存存存好不容易存到一定金额了之后 我就控制不住自己想要把它花掉 其实这样子的存钱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没有成功 那就是因为没有目标 存钱不仅仅是为了存钱而存钱 不是说大家所谓的我想要退休我就想要存钱 如果说你自己完全没有理解到或者说没有吃透 只是说大家都在说应该为退休而存钱 而你就去存钱的话 这样子的方式基本上是存不下来的 还有一点呢就是您其实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存钱 就是说大家都说存钱是对的要存就行了 所以您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始存钱呢 往往都是在存到一半的时候会半途而废 或者说呢就是在您存到一定的金额之后 您就一股脑的把它花掉 而如远行者呢之前有一个错误就是存存存存存存 这几个月都没有怎么乱花钱 好不容易存够了一点点的小钱之后 不但一股脑的全花出去了之后 而且还给自己带来了很多的负债 为什么呢就是我把这一部分钱呀作为一个首付 去买了更贵的东西 反而让自己的财务变得更加的糟糕 其实就是目标不够明确 所以说呢今天这个视频我和大家来分享几个小游戏 其实就是省钱存钱的一些挑战 通过这个挑战去完成一定的目标来养成自己存钱省钱的一个习惯 这样子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好处呢就是您不太会容易半途而废 第二个好处呢就是您存到了第一笔这个小的金额呢 并不算是你人生当中的第一桶金 但是确实是有一个小小的成就感 一旦您有了这个小小的成就感之后呢 这部分钱就不太容易会花出去了 好了我们话不多说赶紧开始 如果大家喜欢我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给我的视频点个赞 订阅一下我的频道吧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说美国人的存款都不足两百块钱 不足四百块钱 不足八百块钱 但是我们不去管别人 其实必要的存款还是有必要的 尤其是像紧急备用金这一块 如果说您还没有紧急备用金的话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之前的那个视频 有讲紧急备用金的重要性 以及如何存存多少 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完成几个挑战 第一个挑战呢就是五十二周存钱的挑战 五十二周其实就是一年 那基本上就是每一周需要您存一部分钱 那这个钱怎么存呢 基本上就是以一个递进的方式去存 比如说我每一周节省一块钱 第二周节省两块钱 第三周节省三块钱 依此类推给自己五十二周的时间 每一周就比前一周多存一点点 这样子的话假如说我们用一块钱为单位 第一周那就是存一块钱 那第五十二周当然就是存五十二块钱了 其实看起来不多 但是这五十二周下来您就为自己节省了一千三百七十八美金 一千三百七十八美金可以买一个最新款的iPhone了 连税钱都够了 所以说不要小看哦 而这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 而且也是我开始省钱存钱的第一次第一个步骤 而且是第一个成功的方法 就是用这个五十二周存钱法 而我不是说一次一块钱 我是用每周十块钱 您想想第一周十块钱 依此递增,递增到五十二周 那第五十二周就可以存下来五百二十块钱 把这些总数加起来 一年您就存下来了一万三千七百八十块钱 所以说您看一下 一旦您一周开始存十块钱 依此递增的话 还是一个不小的金额 一年下来能存下来一万多块钱 而且第五十二周呢 也只有存五百二十块钱 存五百二十块钱也不是那么的糟糕 那我是怎么做的呢 其实如果说我仅仅是依此递增的话 其实我是发现有问题的 那最后几周的话压力会比较大 因为最后几周的话那可能就是五百二十块钱 五百一十块钱,五百块钱 把这些金额如果放在一两个月当中 可能是比较有困难的 所以说如眼行者在这里做的就是 把它打印出来,把它列出来 每一周需要存多少钱 但是呢,我不是按照顺序去存 因为我的收入呢也是有弹性的 有的时候收入会比较高 有的时候收入会比较低 所以说我就不在乎按照顺序去存这个钱 我就是把它列出来贴在镜子上 那我这个月或者说这一周有多余的钱 我尽可能的多的去存 比如说我第一周都已经有了五百二十块钱的多余的钱 那我就把五百二十块钱存起来 同时把我这个表上的五十二周五百二十块钱化掉 这样子的话我随机的去存 但是必须要在五十二周之内完成 所以这样呢,我同样也是存下来了一万三千七百八十块钱 根据自己的收入随机去调整 您这一周想要存取这个表上哪一周的钱 我建议大家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开始 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网上有说三六五挑战就是三百六十五天存钱法 第一天存一块钱 然后最后一天存三百六十五块钱,每天存 其实我觉得每天存在美国的这个系统里边可能有点复杂 因为在国内可以用支付宝、微信 每天转就每天转 可以去设置这样的每天的定存 但是在美国每天这样的定存 其实除了我之前给大家介绍的Acoins 其他都很难做到 而且这个每天递增是需要自己手动的去转 基本上没有什么理财的软件 还有说银行可以去这样子 是比较麻烦的 而且三六五的存钱法最后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如果说你每天存十块钱 第二天存二十块钱 第三天存三十块钱 在最后一个月的时候 你每天存钱基本上是不可能实现的 虽然说这个如果说你每天存十块钱 依此递增 你一年下来可以存到六万多块钱 那这样子您在美国的年收入最少是在十八万 尽管美国的年收入十八万并不算是一个高收入 但是也是不太多的人群能有这么高的收入 而且你要是有了这么高的收入 你也不会用这样的方法来逼迫自己存钱了 你可能会用的是更进阶的方法 我觉得这样子的方法呢 适合于A刚步入工作岗位 或者说像我这种之前完全不存钱 现在想要开始存钱的人 所以呢我觉得因地制宜 因财师教五十二周存钱法 比较适合大多数人 那么第二个挑战呢 就是无支出的挑战 就是您可以设置一个周末 或者说某一周 不要花任何的钱 那这些钱呢不包括您的社会保险 比如说您的人寿保险 汽车保险 还有汽车的越购 这些您是避免不了的 您可以在某一周 或者说某一个周末 保证自己不要去主动的花钱 看看自己能不能做到 这个其实并不是说要为您省下多少钱 其实就是让您习惯于 哎其实在某一个周末 或者某一个周 您完全不主动的花钱 也是可以做到的 其实是非常轻松的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当一个游戏去玩一下 那这一点呢 没有什么可多的去介绍的 大家可以直接的去实施 第三点呢 就是大清除挑战 这个什么叫大清除挑战呢 就是基于第二点的这个无支出挑战 那您在做了这个无支出挑战之后 比如说您某一周 某一个周末 都没有主动的去花钱 那么在下一次的挑战当中 您就要试下 在这个不花钱的这个过程中 您看看您家里还有什么可以再利用的 我相信您在打开自己的冰箱 或者说自己的橱柜的时候 尤其是我们华人会储藏很多的食材 而这些食材都是当时买了要用 可是用了一次之后都没有再用的 所以说您在这个第三个大清除挑战当中 就要去发现您自己家里有什么东西 是当时买了觉得非要用的 但是却没有在用的东西 把它发现了 尤其是在食材这一块 那发现了之后看一下是不是快过期了 基本上不是在过期的边缘 就是说已经过期了 那么已经过期了就把它丢掉 如果还没有过期的话 那就配合这个无支出的挑战 把这个食材能不能把它用掉 因为毕竟这些都是我们花钱来买的东西 所以说呢第三个挑战就是叫大清除挑战 把家里不用的东西找出来看看 您在做无支出挑战的同时 把这些食材或者说长期没有用的东西 把它尽可能的利用起来 最后一个挑战呢是特别简单的一个挑战 就是给自己买一个存钱罐 因为其实在国内基本上大家不需要用的存钱罐 大家都是用手机支付 但是我相信在美国啊 大家还是用卡用现金用支票的比较多 所以说或多或少啊 每个人的钱包里都是有一些硬币的 那这些硬币呢您去拿去捐款可能有点不太合适 就像我之前说的在街心花园等车的时候 可以给一些homeless钱 但是最好也是一美金 那这些硬币呢 我觉得大家可以用一个最后的挑战 叫做存钱罐挑战 就是你买一个存钱罐 或者不要花钱 就是用自己家里一个废弃的盒子 把它装修一下 装修做的不对 就是装饰一下 把它做成一个存钱罐 平时只要有零钱就把它放进去 比如说您出去买一个东西 给您找了一些硬币 但是只要钱包里有硬币 都把它放在您的这个存钱罐里边 因为基本上有硬币 硬币很少会去把它花掉 或者说很少有机会会真的去用掉硬币 但是有的时候买东西呢 却会给您找一些硬币 所以说呢 大家用这个存钱罐的挑战 做一个存钱罐 只要您身上或者家里发现硬币 您就把它扔到这个存钱罐里 一年下来看看您这个存钱罐里边能有多少钱 其实呀 您这样想一想觉得没多少钱 其实一年下来 您扔进去的零钱也有几十上百块钱呢 也是一个不小的 那一年之后这部分钱 如果说您愿意把它放在投资理财账户存起来 您就存起来 如果您觉得把它当成一个意外的一笔收入 您就可以把它花掉买一个自己喜欢的东西 这个时候您用这个钱 可以去买一个非必要的但是自己非常想要的东西 作为自己的奖励 好了 这就是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四种挑战 第一个挑战呢 就是五十二周存钱的挑战 第二个挑战呢 就是在某一个周末或者说某一周做一个无支出的挑战 不要花任何的钱 那第三个挑战呢 就是在基于第二周的挑战的同时 就是在家里做一个大清除大清除挑战 看看家里有什么买来了之后 但是却忘记要用的东西 尽可能的把它在过期之前用掉 第四个挑战呢 就是存钱罐挑战 在家里做一个存钱罐 把自己的硬币都放在存钱罐里边 看看一年下来能够存多钱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视频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给我的视频点个赞 订阅一下我的频道吧 拜拜